魏淑凤教授的气功十七法 师承中医师李承中博士 是一项以生物能医学为基础 融合精气神养生宝剑的功法 由于自己和家人练功后 都更加的和谐融洽 他因此号召企业里的同仁 以及街坊邻居都加入学气功的行列 脚趾头抓住地板转压 肩膀会被用力的带过去 甩过去 这时候你的手掌会感觉到 刺刺热热脏脏麻麻 率队到板桥去 然后去那边上师之班回来之后 带了这十六个种子老师 在我们宜兰地区 现在目前已经有开了六个场次了 所以可以提供免费学习的地方 我们自己不仅可以得到健康 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健康的讯息 跟这个运动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所以这是我非常热衷的事情 参与的学员多半是三明治族 也就是上有父母要照顾 下有子女要培育的高压力族群 多半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壮年人 希望借由学习预防保健的气功 能够达到工作与健康的平衡 大家都知道气功是 我们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刚好又有李博士跟魏景 这样大力的推动 欢迎有兴趣 希望让自己身体更健康更快乐的人 来到这个气功的大家庭 魏淑凤开辟自家企业总部 免费传授气功健身运动 吸引了许多对健康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投入 除了自己已经是拥有国际证兆的老师外 魏淑凤也大力在东部地区筹备开设师资培训班 有李晨中博士率领的师资群 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要让更多民众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心 公民新闻记者吴玉如 赖志请采访报导 身体转为下蹲 上身渐渐养殖 在